咱们这个教材 它虽然是看着六本书 跟过去的教材一样 是六本书 但是它干货少 尤其你们那个叫什么 民主实践那册书 基本上就跟没有 没什么区别 因为你民主实践里边 学到的所有的事件 你必修一里 你基本都讲过 必修一里都讲过 它就是一件事翻来覆去讲 民主实践整个那一本书 就是英法 美中四个国家 自然间革命 没别的东西 所以你别看它六本书 整合完了之后 东西很少 如果从知识容量上看 它大概就相当于 大纲本教材的 一本半到两本书的东西 所以我个人总是感觉 时间有富裕 课时量有富裕 所以我本来就是说 不打算暑假开班 不打算暑假开班 开学之后 我也不想每周都上 每周都上的话 第一学期它就全讲完了 因为它现在东西少了 东西少了 但是 反正学校它有它的整体考虑 它的各个学科的整体考虑 所以这样的话 这个班还是上 上是这么一个安排 因为在座的肯定是新同学 去占绝对多数 一直高二跟着我念 人不太多 但是咱们的一开始 因为我没想到 高三历史居然还有人报 所以一开始我想 就是说 按照 就把高二没讲的东西扫扫尾 然后做做练习 把这六四课糊弄过去就完了 然后既然这么多人来报 也没法糊弄了 糊弄也不合适了 可是因为它在网上已经公布了 就是说原来我的设计 所以高二扫尾的那些东西 咱还要讲 大概要占一次半到两次的时间 还得讲 要不然的话 人家交了钱了 买了这课了 他看没有 他该跟这投诉了 麻烦 还是讲 然后剩下的时间 就是海淀区 搞了一本这个区书教材 在座都谁是海淀区的学生 请举手 你们是海淀区的学生的 还有宣武的 有吗 宣武的有吗 海淀宣武的孩子这个书你就不用买了 因为肯定开学 对对对 都已经发了 是吗 对对 就这个 这是海淀区 区属的教材 宣武也用 宣武也用 9月1号会发到每一个学生手里 如果你不是海淀的学生 你帮我哪个区的 如果你开学秋季班还报 我个人认为你应该有这么一本 因为我完全按照这个奖 奖通史 完全按照这个奖 这个是在中国书店出的 哪有卖的我都不知道了 哪有卖的我都不知道了 定价是11块1 有这么一本叫什么高三总复习指导 就认这个标题 北京市海淀区教师进修学校编 别的地方都没用 那么这个书呢 有什么用呢 是我们把这个 人教阅录 两版教材的结合的地方都挑出来 然后按照时序 排成的这么一本通史教材 排成一本通史教材 按照时序 他现在呢 印的这个讲义实际上就是这个第一部分 中国古代史 实际上就这一部分 你看我们这是先秦时期 秦汉魏晋南北朝 隋唐两宋 原明清 基本是按照时序排下来 因为咱们这个星客标教材 最麻烦的地方就在于这个 没有时序 没有时序 他这个下边 没有时序的话 这历史没法学 所以我们等于弄了这么一本书 这本书从篇幅上说 124页 从篇幅上说 他赶不上过去的一本教材 过去大纲本 一本教材就得130多页 这近天代史一本140多页 从篇幅上说 但是呢 就是 他的内容 就是说 他全是干货 他全是文字 没有插图 没有地图 也没有图片 全是文字 他不像原来那个教材 插图 小字 就占一半 所以这个知识量还是很大的 知识量还是很大的 我们呢 就是以后上课 我们就按照这个来讲 按照这个来讲 听说西城也编了这么一个东西 然后呢 这个不知道他们会不会出版 还是就说是他们这个内部 就西城区内部交流 还是怎么样 这个是公开出版发行的 有书号了 公开出版发行的 然后听说这个朝阳牵头 朝阳丰台两句牵头 编了这么一个东西 因为他们用越路版 他们编了一个东西 但是你甭管是哪一版 这个都可以用 因为这个 你编这个东西 必须是第一通史 第二 两版教材的 结合的部分 两版教材结合的部分 这个两版教材结合的部分 如果要按照过去的那种标准 就是大字考小字不考 那就没多少结合的部分了 可能一共才20%都不到 所以我们编那个书的时候就是说 两版教材只要都提到的东西 我们这个教材上就有 甭管你是大小字 甚至学思之窗 甚至阅读理解 那里边只要你有这个知识点 这个内容我就可以上 所以这样的话 编出来这么一个东西 编出来这么一个东西 所以我们这个 假期的六次课 我们初步设想 就是 把那个 政治史那本书的两个专题 一个是现代中国的外交 一个是现代国际格局的变化 讲一讲 就是原先没讲过 然后呢 就是这个 讲这本书 讲这本书 古代史部分讲不完 讲不完 争取能讲完 应该是讲不完 然后呢 做一份练习 这份练习的题目 是全国各地的 新课标教材的高考题 高考题 你们看了 就是目的就是你们看看 这个新课标教材的题 怎么出 高考水平什么样 高考水平什么样 你应该把这个 你的毕业会考的成绩 望到九霄云外 要照那个水平 那北大得七百四十九分 是吧 所以这个 那个就不算数 不做数 那不是高考水平的题 是吧 你们学校自己出的那个模块练习 就更是假的一样了 是吧 那跟美考一样 是吧 是不是都开卷了 就不知道了 然后这个 海淀区的孩子 这回这个期末考试题 就是三本选修 出了一套题 期末考试题 有点高考的意思 但是呢 也不能完全达到高考的水平 所以咱们就是最权威的东西 咱拿最权威的东西说话 咱就是练练各区线的这个模拟题 不是 这个全国的这个高考试题 咱练练 你看看这全国高考题 这个什么样 就完了 那就完了 咱也不练远了的 就练今年的 咱就那今年全国各地的这个模拟考试 是吧 这什么模拟考考 高考 你看他这个试题怎么出 就完了 就完了 所以咱们这样啊 就是还有两个专题 就是过去学过的孩子呢 就跟着往下记 没学过的呢 我也就没辙了 因为这个必须得这么讲 必须得这么讲 一个是中国这个现代的外交 中国现代的外交 再有一个呢 就是多极化那个问题 中国现代的外交 这个内容呢 很简单 中国现代外交 咱们中国啊 这以后会想到啊 你们因为学国史 可能也没有一个完整的概念 可能咱也没有一个完整的概念 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 到今天是六十年 那么这六十年 分成四个阶段 因为以后讲通时 我会讲 简单说一下 分成四个阶段 四九年到五六年 过渡时期 标志就是三大改造完成 私有制变公有制 五六五七年到六六年 叫全面建设时期 又叫十年探索 六六年到七六年 十年内乱 是吧 然后七八年到现在 就是改革 开放 又叫受了以现代发建设 新时期 改革开放 那么你看啊 这 这四个阶段 前三十年 三个阶段 然后从七八年到现在 是一个阶段 是吧 那么这四个阶段的重点 应该放在 哪儿 过渡时期 探索时期 十年内乱 改革开放 重点显然是放在哪儿 改革开放 和这个 过渡时期 就重点搁在两头 是吧 因为我们党是伟大光荣正确的党 是吧 伟大光荣正确 犯错误了 不是我们党的事 是吧 所以你说文化大革命 能考吗 是吧 你这不是恶心我们党吗 你想不想混了 是吧 所以这个王大革命是不会好的 重点是搁在两头 一个就是 过渡时期 一个就是 改革 开放 这两个时期 别着急 再有 一个国家的大事 一个国家 这个 国家的 这个 行政 国家行政 一般来讲 我们从几个方面去概括 国家的大事 应该有什么事 一般来讲 就几个方面去概括吧 国家 比如说政治 还有什么 经济 还有文化 文化 还有什么 军事 咱这教材没讲 咱国家军事 是吧 没讲 没讲军事吧 一点没讲 政治 经济 文化 还应该有什么意思 外交 外交 那你说咱们应该把重点放在哪 政治不可能当到重点 中国的政治有啥 有啥 咱说点难听的话 你跟世界的潮流是相背的 人家都三权分裂 就你不是 你有什么可讲的 你跟朝鲜一个政治模式 没什么可讲的 政治不可能讲 不可能讲 他顶多就说什么人民代表大会 什么政协 这不假的一样吗 人大只能举手 政协只能拍手 你讲什么 你讲什么 你就讲我们的鼓掌多厉害 举手举得多高 没劲呢 你骗谁 谁你也骗不了 政治没什么可讲的 文化可讲 但不可考 文化你说你考什么 你考什么 什么新中国成立之后拍了哪部电影 这是历史课考的内容吗 你又不考电影学院 你考这儿干嘛 李白代表作是什么 那是语文课在考 所以文化有的讲 但没得考 没得考 要考就是简单的在任在线 那是会考水平 中考就高考不可能考这个吧 中国第一部电影是定军身还是什么 不可能考这个玩意 那哪是高考 所以就还剩下什么 经济跟外交 这个绝对是作为国始的重点 作为国始的重点 而经济 原来咱们讲 比如说我们讲这个中华民共和国的经济 我们重点就是讲什么呢 农业怎么调整的 工业怎么调整的 那么你现在看起来 这个教材里边 你一看 除了改革开放以后 他的这个经济 讲了一些 讲了一些调整 那么以前讲的 他比较 就不成系统了 那就是社会主义改造 然后大跃进 是吧 怎么着 然后那 那个大跃进肯定不能考 那不恶心 我党吗 社会主义改造 这玩意儿 说句实在的 你三大改造 你把私有变成了什么 公有 今天有没有资本家 太多了 遍地都是 遍地都是 那就证明你得改造 你原来改没的 现在有都改回来了 那你说你当年改的 对还是不对 我就不发表评论了 你要对 怎么今天都改回来了 对吧 所以这个东西 也不太好说 那就是改革开放以后 这点事 这点事 就是从这个 就近几年来吧 咱都甭远了 说 这高考考的够不够了 十几分的大题 考改革开放 是吧 所以外交是最成线的 外交它成线 明白这意思吗 因此外交 又特别能跟这个 世界时怎么样 勾搭上 原来还能跟古代时勾搭 因为这个古代时 他现在 他不讲了 对外关系 但最起码能跟近代时勾搭上 近代的屈辱外交 和中华人美国合国成立之后的 这个 叫什么 咱的叫什么外交 反正咱不屈辱 你像菲律宾 抓了我们渔民 我们肯定强烈抗议 我们一点都不屈辱 对吧 没点都不屈辱 日本战则们钓鱼岛 我们强烈抗议 强烈抗议 骂死他们 不屈辱 我们都不屈辱 这个 所以这个 就这个外交能成线吗 能成线吗 这么个意思 这么个意思 能明白我说的吗 所以咱们今天呢 就讲一讲这个 现代中国的外交 现代中国的外交 这是一个重点 现代中国的外交 我们首先要掌握的是 现代中国外交的三个环节 四个阶段 三个环节 四个阶段 三个环节 大国 周边 发展中国家 大国 周边 发展中国家 这个 中国的现代外交 这三个环节 大国外交 周边外交 发展中国家 外交 这实际上是按照什么说的 谁要按照什么 为什么这么说 大国 周边 发展中国家 谁要按照什么说的 重要性 对吧 重要性 你发展对外关系 你首先得跟谁的关系 大国 美国 俄罗斯 日本 欧盟 首先你是跟这些国家的 外交 然后是周边外交 就是我们的什么 邻国 牧林友好 得让我们的邻国满意 他逮不点渔民 你别跟他没完没了 他虽然打不过 他可惜把美国叫来 所以 逮了我们渔民 我们就得跟渔民说 谁让你小子跑到那儿捞鱼去 你会上北海公园捞去 能逮你吗 你真是 你让团结胡子 他能捞你 他能逮你吗 所以周边外交 然后是发展中国家 外交 比如亚非拉 那些穷哥们 非洲老黑 端着要饭碗就来了 你得给钱 你不给钱就跟台湾钱交了 对吧 他翻脸比翻书都快 他那脸比 他那心比他那脸黑多了 所以他拿你就得给钱 这些老黑给钱 但是你得明白 真正对中国有帮助的 他最起码是这帮东西在联合国里占一票 他帮你忙的不可能 捣乱他都是有这把握的 所以你得明白 最重要的其实应该是什么 大国外交 原来我们不明白这一点 这个本世纪初那边有一篇文章 当代中国银平七大恶心 这七大恶心里有一个恶心 就是弱智的旁证 中国干点什么事 古巴坚决赞成 伊朗坚决赞成 朝鲜坚决赞成 流氓赞成 你光荣是怎么的 世界不就这几个恶霸吗 都赞成你 那你成什么人了 我干这事 我们村刚刑满释放 你还要特支持我 那你成什么人了 你成什么 你也离近期不远了 所以您就说 我们国家干了什么事 就是美国日本的 他不赞成 你最起码得看看 加拿大什么态度 澳大利亚什么态度 奥地利什么态度 您别老让这几个流氓赞成你 你别老让几个流氓 萨达姆赞成 萨达姆挂上了 他赞成你有什么用 所以大国外交这个环节 是最重要的 是最重要的 你看胡锦涛主席一出访 老人往那大国跑 你访问非洲的事 一般葫芦 用不着亲自去 派一个八品官 不就解决问题了吗 不就解决问题了吗 咱们处长 相当于他们总统 级别 没有必要 这个意思 四个阶段 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初 这个阶段叫一边倒 一边倒 就是倒向谁 苏联 苏联什么老大哥 是吧 一边倒 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初 一边倒 然后六十年代到七十年代初 这个阶段叫两个拳头出击 回头我们一个一个讲 两个拳头出击 是吧 然后呢 就是这个 两个拳头出击阶段 是吧 然后就是这个 七十 八十年代 七八十年代 这个时候呢 叫做一条线 一大片 九十年代 九十年代以来 那当然这都是上个世纪 九十年代以来 无敌国外交 不是无敌外交 是无敌国外交 无敌国 我们中国没有假想敌 都是我们哥们 没有假想敌 无敌国外交 我们呢 就是按照这四个阶段 把中国外交的大事 简单的给大家捋一下 简单的给大家捋一下 是吧 这个 首先我们看第一个阶段 就是一边倒阶段 一边倒阶段 这个一边倒阶段 首先我们就要明白 这个一边倒阶段 它的背景是什么 背景是什么 背景呢 其实就是两点 第一点就是两大阵营 的对立 两大阵营的对立 两大阵营的对立 是哪两大阵营 这个咱们世界史应该 多少了解点吧 哪两大阵营 就是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 和苏联为首的东方阵营 这是什么体系之后 形成两大阵营 亚尔塔 就是资本主义阵营和 社会主义阵营 这是第一点 两大阵营对立 那么在这个 在这个两大阵营对立的 这种 国际大背景下 那也就是说呢 中国的 就是说你必须得选边站 你是站在西方阵营 还是站在东方阵营 作为中国这样的一个大国 置身世外是不可能的 自立一个阵营 也是不太可能 当时你没这个实力 是吧 都不像今天 今天是多极化了 是吧 就是正在走向多极 美日欧中俄五极 那会儿就是这两极 你是站在苏联一边 还是站在美国一边 而美国这样的 就像美国对于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什么呢 就是他采取什么政策呢 就是这个敌视政策 敌视政策 这个美国和西方吧 敌视中国 新中国 这个其实 这个其实就是 他离不开这个世界史的相关知识储备 离不开世界史的相关知识储备 如果大家世界史有印象的话 这个亚尔塔体系不是形成了一个两极格局吗 对吧 亚尔塔体系这个世界史讲过吧 讲过不讲过亚尔塔体系 亚尔塔体系形成一个两极格局 对吧 这个亚尔塔体系形成一个两极格局 它的一个这个 基本特征就是美苏在实力军事的基础上 两分天下 对吧 美国跟苏联各自划分各自的势力范围 对吧 那么这个美苏的势力范围怎么划分呢 就简单概括 就是从德国的亿北河到朝鲜的三八线 就是这两个集团的交界 德国的亿北河到朝鲜的三八线 两个国家因为两极格局被分成了两半 就是德国和朝鲜 德国当然在1990年完成了统一 今天仍然是世界响当当的角色 是吧 朝鲜现在还是分裂的 还是还是分裂的 一个这个疯子和一个自大狂 南北朝鲜 北朝鲜是疯子 南朝鲜自恋狂 一个自恋狂 他今天还是这么个缺德玩意儿 是吧 那么就是说这个 中国在当时 按照亚塔体系的划分 中国应该是谁的势力范围 四五年的时候 中国应该是谁的势力范围 美国的势力范围 因为从一北河到三八线分界 中国是在这个界线以南 所以中国应该是美国的势力范围 否则的话 你很难想象 以我们这样一个积贫积弱的国家 在二战期间 能跟苏美英并列为世界四大反法西斯同盟 能够跟苏美英法并列联合国五常 这谁给咱在后边 一直挺咱们 美国 所以台北的一些主大道的罗斯福大道 感谢罗斯福总统 是吧 是美国一直挺咱们 当然美国他没想到 中国进了联合国刚四年 大陆变神了 这他没想到 是吧 他有这预见性 他就不让咱进去了 是吧 不让咱进去了 是吧 所以那就是 如果 当然这个话 历史是不能假设的 如果今天 中国仍然是中华民国的话 那么很大的一个可能性 不是可能性 首先一点就是 中国是美国在亚洲最亲密的盟邦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一点就是 中国是亚洲第一强国 是亚洲第一强国 因为这个美国的政策就是 扶植中国 压制日本 让日本的工业水平回到1920年代 是吧 让日本人的生活水平不高于遭受他侵略的其他国家人民的生活水平 是吧 本来是要把这个日本就要给他们都干掉了 是吧 他们都灭掉 是吧 这个 这个 一开始说四国 四国家分区占领日本 苏联占北海道 是吧 中国占四国 美国占本州 英国占九州 后来阴差阳错 英国他首先表示困难 来不了 是吧 我们国家打烂了 我们占德国都力不从心 谁没事跑这占日本来 是吧 中国因为内战 也占不了 苏联想战 美国不让 是吧 所以变成了美国独霸日本 而在这种情况下呢 中国大陆山河变色 是吧 很快朝鲜战争爆发 于是美国开始扶植日本来压制中国 日本本来工业基础就雄厚 是吧 近代亚洲唯一走上独立发展道路的国家 工业基础雄厚 是吧 你给点钱不就活了吗 给点钱不就活了吗 是吧 所以这一下日本就又变成了亚洲的老大 那又变成亚洲的老大 从甲午战争以后 一直到现在 没再变过 本来二战后很有一个机会 很有一个机会 所以这个在当时来讲 中国应该是美国的势力范围 所以美国 他我们讲说他实行扶奖反共的政策 对吧 他扶奖反共 因为美国人认为 他主要是跟中共缺乏接触 美国跟中共没有任何渊源 就是抗日战争的时候 那个包瑞德上校的延安设立一个观察组 就是考察了考察 他没有他跟中共没有任何渊源 他不了解中共 他想当然的认为 中共必然是苏共的附庸 如果中共取得了政权 那么中国就会倒向苏联 因此 这个本来对于中国的内战 美国是不应该介入的 你甭乱说国民党打共产党还是共产党打国民党 那么中国人打中国人关你屁事 是吧 但是他明显就是帮助谁呢 就是国民党 是吧 扶奖反共 后来这个国民党当时很不争气 是吧 丧失人心 是吧 你武器装备再先进 没用 那兵是抓来的 而这兵他们家的地呢 是共产党分的 所以这兵就战场起义了 这是很好理解 是吧 很好理解 所以国民党丧失人心 最后这个杜海去了台湾 那说台湾那中国大陆就是解放了 就解放了 所以美国对新中国自然就采取这种啊 敌视的政策 他就认为这个新中国必然要导向苏联 你这一对新中国敌视 这就出了一个问题了 那我们就是不想导向苏联 也不可能了 对吧 我们都想导向美国 美国不要我们 那我们只能导向谁了 苏联 对吧 解放军占领南京之后啊 这个国民政府迁到广州去 唯一跟着国民政府走的外国大使 就是苏联驻华大使跟着走了 美国大使司徒雷登 留在了南京 是吧 就美国国务院指示 能不能跟中共接触一下 看看有没有可能建立这个外交关系 但是呢 因为咱们这个中华民国政府呢 就发表声明 就是说令起如噪 是吧 这个咱们学过这个吧 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 一边倒 咱早就早就定好一个调了 是吧 令起如噪 我们不承认 美国跟国民政府之间的外交关系 所以我们不承认 斯图雷登这伙人 是外交人员 我们只把你看作是普通的美国侨民 我们也不承认使馆 受国际法和维也纳外交公约的保护 所以解放军当时就 这个就就就就冲进了美国使馆 是吧 你跟义和团的干的事差不多了 冲进了美国使馆 一个解放军排长扯下了美国国旗 扯下了美国国旗 所以这个这个东西呢 在在这个美国人看来 我跟中国建交 你中国的政府更迭了 跟我没有关系 我跟中国建立的外交关系 现在你中国政府更迭了 你的新的政府 这个不遵守 维也纳外交公约 不遵守国际公法 所以这个就等于中美之间的这个接触 就没能成功 没能成功 而且当时这个 斯多雷登大使 他原来是燕京大学校长 他专门派这个自己的秘书到北平 接触这个中共的高官 因为他有的这个中共的高官 也是燕京大学毕业的 接触他 问问能不能这个 就是两国看能不能建交 最后没有成功 没有成功之后 所以美国就转而对中国实行外交孤立 军事威胁 经济封锁 是吧 经济封锁 等于就是想把新中国给掐死在摇篮里 是吧 还实行这个 你看 为什么这个1949年 就是整个 中国大陆全部解放 香港澳门 不收回来 如果当时要收回香港澳门 基本上可以讲是不费 吹灰之力 是吧 国民党八百多万军队们都消灭了 那个当时这个香港急剩的时候就两万英军 你以为现在鸦片战争的时候呢 你能把我等着 是吧 我都不用打你 我一关自来水管 这两万人全渴死 对吧 你岛上没淡水 是吧 你全得渴死 是吧 所以这个为什么港澳我们不收回来 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打断长期利用 因为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 对中国进行经济封锁 但是他封锁的地方不包括香港和澳门 因为香港是英国的 澳门是葡萄牙的 你不能把澳门 香港封锁了 所以我们利用这个港澳 我们需要西方的情报 需要西方的技术 需要跟西方接触 需要跟台湾接触 那在哪接触 能在港澳接触 你要把港澳收回来 你跟台湾上哪接触去 能租搜船上海上接触去 是吧 所以这个港澳长期利用 直到后来 这个97年 99年才收回来 因此这样一来的话 当时中美是处在一种 敌对的这种状态下 特别是50年 爆发了这个朝鲜战争 中美两国晕呼呼的在朝鲜就 就撞上了 我们想当然的认为 美国进攻完北朝鲜 就会进攻中国 特别是这个北朝鲜 挨着中国的东北 东北是中国唯一的重工业地区 以前没有 日本唯满洲国统治了十几年 东北有重工业 别的地方都没有 然后就是上海 上海是轻工业 如果东北一丢 那中国就甭搞建设了 所有的重工业都在东北 一丢就没法搞建设了 因此我们应朝鲜政府的要求 抗美援朝 所以我们认为美国打完了朝鲜 就会打中国 今天美国外交部的国务院的所有的文件 长沿战争时代的外交文件解密 你看人没这打算 美国又不傻 小日本打中国什么下场 他也看见了 美国最擅长的是海空作战 最不擅长的就是地面战斗 你说他小日本在中国 长得根本一模样都打不过我们 来一帮蓝眼睛大鼻子 是吧 又不会说汉语 你进来干什么呀 是吧 你打中国 你有多少地面部队构使啊 是吧 你进来一百万人 撒到中国找得着吗 是吧 所以这个 美国他就不会说 我直接出兵去进攻中国 这不可能 是吧 这个不可能 是吧 而美国人想当然的 这为什么呢 就是如果朝鲜沦陷 中共就会进攻日本 就会进攻这个东南亚 甚至在夏威夷登陆 是吧 美国当时太高抬我们了 我们甭说在夏威夷登陆 没这个条件 在海南岛我们都没这个条件 是吧 但是这个 美国就是他就这么多米诺骨牌理论 倒了一块 哗 后边怎么样 全倒了 所以中美两国在这个朝鲜这个地方 迎头相撞 是吧 打了三年 是吧 这个 两年多 拼了两年多 是吧 所以这样一来的话 这个仇就越来 越大 仇一大 就逼得中国就没有选择 只能倒向了 谁呢 苏联 只能倒向苏联 所以这个 这个 第二 第二 就这个时候的 发生的这个 大事吧 可以讲 大事件 大事 这个时期 中国的外交 中国外交 发生了哪些大事件 第一件事 就是与苏联等17国建交 跟苏联等17个国家建立外交关系 1949年的10月1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布成立 10月2号 苏联政府就承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并且建立了大史级外交关系 本来呀 毛泽东是打算50年元旦建国 是吧 本来他打算50年元旦 因为中华民国建立 是吧 就是辛亥革命 推翻满清是10月10号 对吧 今天台湾的国庆节 台湾的国庆就10月10号 双十节 他是10月10号 但是孙中山先生 就任临时大总统 是1912年的元旦 所以1912年是民国元年 对吧 是民国元年 所以毛泽东本来打算50年建国元旦 但是斯大林 派这个米高阳访华 跟毛泽东讲 说你们必须要尽快建交 尽快建国 我为什么要尽快建国 因为现在国民政府已经被推翻了 你要不建国 中国就是怎么样啊 无政府 就没有政府 你没有政府 我没法承认你 我要跟中国建交 我不能跟中国共产党建交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49年10月1号 中华民国国成立 那么大家知道 中华民国国成立的时候 实际上中国并没有全部被解放军占领 广州是10月6号 广州是10月6号 重庆是11月底 昆明成都是12月底 中国大陆最后一个国民党占领的城市 就是那个西昌 卫星发展中心到50年了 海南岛也是50年 西藏51年就更晚了 更晚了 所以这个中华民国国成立的时候并没有就是 就是全部领土被解放军占领了 所以10月1号我们宣布建国 10月2号苏联承认咱们 这个速度好像是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是世界建交史上的第二块 第一块是美国承认以色列 以色列建国之后四个小时 美国宣布承认 然后跟以色列建交 苏联好像就够快了 1号下午他宣布开国大连 2号苏联就承认 苏联一承认中国呢 他的那些卫星国 就那些个傀儡国 基本上就都宣布跟中国建交 就是东欧那个八个傀儡国 他的八个卫星国 这个所谓的民主德国 就是东德 今天这个国家已经没有了 杰克斯洛伐克现在变俩了 变俩了 然后波兰 这个罗马尼亚 保加利亚 这个 还有哪的八个傀儡国 匈牙利 匈牙利 阿尔巴尼亚 喝一个哪烂东西 反正这些国家 跟中国建立外交关系 然后呢 就是欧洲的一些个 这个非主流国家 你比如瑞典 瑞士 这些国家 跟中国建立外交关系 英国呢 比较狡猾 他在北京设一个代办处 在这个台北 搁了一个大使馆 双重承认 那种感觉 双重承认那种感觉 所以当时是17个国家 承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那我们至少在外交上就不孤立了 所以这个在三个环节当中应该属于哪个环节呢 大国周边范展中应该属于哪个环节 大国外交 对吧 苏联等国承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所以它属于这个大国外交这个环节 这是我们说的第一点 这是我们说的第一点 就是这个时候的大事 第一点 当然我们知道 就是说你一边倒向苏联 这个代价是怎么样 相当大的 过去美苏争霸的时候 美国人把苏联称为邪恶帝国 是吧 这真是严重的侮辱了邪恶这两个字 是吧 这个这个这个 苏联在世界无耻国家排行榜上 应该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永远高居榜首 是吧 这个国家在对外交往中 毫不利人专门利己 是吧 这个这个 损人利己的事是干绝了 干绝了 所以他跟中华民国国建立外交关系 你跟着他其实得不到什么好处 是吧 得不到什么好处 毛泽东 五零年去苏联拜码头 是吧 老大七十 斯大林 这个这个法西斯恶魔七十 大寿 是吧 毛泽东去拜码头 哭着喊着 从那个苏联弄来了三亿美元的贷款 美国援助国民政府打内战 五十九亿美元 是吧 咱们哭了半天 三亿 三亿美元什么概念 四五年苏联红军进入中国东北 烧杀 抢奸 给中国东北造成了八亿美元的损失 是吧 你哭着喊着弄了半天 还不如苏联在东北改了了一半 一半多 是吧 所以这个仅仅跟这个流氓国家建立外交关系 是不足以这个取信的 是吧 你看苏联帝国 1917年十月革命 邪恶帝国诞生 91年土崩瓦解 荡然无存 是吧 荡然无存 没有外敌入侵 没有天灾 自己完蛋了 自行完蛋 是吧 恶有恶报 是吧 恶贯满盈的下场 生于不义 死于耻辱 就这么一个下场 是吧 所以这个 这个当时你光跟他建立外交关系不行 中国最应该干的事 就跟周边国家怎么样 搞好外交关系 周边国家看中国 当时 中国是一个什么形象呢 你如果坐地铁 旁边上来一哥们 二百六十斤 那个一米九几 披光头 光着膀子 胳膊上刺一条龙 你看他的时候 你心里什么想 周边国家看中国 就这形象 明白的意思吗 他要这么做的 你就得这么做的 是吧 你绝对不敢巴掌 腿往那边 你借你巴掌个胆 是吧 您坐 您站俩地 是吧 您得起来 是吧 周边国家看中国 就是这个形象 就是这个形象 是吧 那个时候 我们提的口号是 解放全人类 红旗插遍 五洲四海 解放全人类 周边国家很害怕 你凭啥解放我呀 对吧 我没觉得我这水深火热 是吧 我小时候 上学的老师都跟我们讲 我们的使命 就是实现共产主义 解放全人类 世界上有三分之二的人 在水深火热之中 等着我们解放去呢 是吧 我们特骄傲 受着中国这么幸福 原来世界上三分之二人 在水深火热之中 拔国门一打开 谁想到这三分之二是自个儿了 真没想到 是吧 绝对没想到 是吧 一看美帝国主义 生活水平 加上领先我们八十年 是吧 日本帝国主义 半个世纪 国民党反动派 至少都三十年 是吧 至少都三十年 这真没想到 这真没想到 是吧 人家都打出租车了 连自行车都买不起 是吧 人家都住单元了 那小破平房 那瘸着呢 是吧 没想到 是吧 那个时候都是那愚民教育 是吧 我们要解放全人类 红旗插遍五洲四海 所以外国人非常害怕 你凭什么解放我 是吧 而且中国是这么说的 我们确实也是这么做的 是吧 我们完全有能力 把周围的国家全解放了 是吧 完全有这个能力 把周围的国家全解放了 朝鲜战争的结果 是使我们的邻国 对中国的惧怕 达到了顶点 是吧 你真愣 你连美国都敢打 那你打我们不玩似的吗 是吧 所以朝鲜战争 极大的提高了 中国的国际威望 这个是没错 确实中国国际威望提高了 没人敢敢来打中国 但问题是 作为一个国家 你作为一个人 你是喜欢人家怕你 还是喜欢人家爱你 是吧 你是觉得你可怕好 还是觉得你可爱好 是吧 这个道理很明显 国家也是这样 人一提这国家了就害怕 混蛋流氓国家 别理他 是吧 别惹他 你是觉得这样好 还是谁都喜欢你 愿意来 我到你这旅游来 我给你花钱 是吧 我援助你 你觉得哪样好 所以咱们一琢磨 周边国家对我们态度这么不友好 是吧 一个个都防着我们 是吧 你看咱们跟欧洲国家建交是72年 跟欧盟国家建交72年 你看跟马来西亚什么这些国家建交都75年 跟新加坡90年才建交 是吧 就为什么这些国家太害怕咱中国了 太害怕咱中国了 所以怎么办呢 我们提出来一个 哥们你别怕我 是吧 别怕我 我跟你说 我们中国是这样的 我们实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这学过吧 这个事怎么提出来的呢 就是周恩来访问印度 特别有意思 中华人民共和国跟印度建交 这个使馆里有大使 有参赞 有几密 还有武官 知道吧 中华人民共和国派去的第一任武官 后来是晋升到少将了 当时是校官叫朱开印 把他派去了 结果这个印度人一看他这个名字 就急了 就急了 就拒绝接受 这不行 为什么不拒绝接受呢 朱就是什么色啊 红色吗 你让红色开了印度 那是什么意思 你想赤化我们印度 那会中国叫赤色中国 红色中国 你想让 你想把印度给吃化了 所以就是拒绝接受这个人 最后咱们国家也比较幽默 你也不能说他一拒绝就把这人撤了 那咱国家也挺丢脸 所以他说朱开印 你解释解释 你为什么叫这名吗 朱开印都傻 这我爸跟我起的 不是我起的 后来就只好隐情据典 我为什么叫这个名字呢 这姓朱这没辙 这姓朱这没辙 开印嘛 有印就表示我能干嘛 当官嘛 我爸希望我当官 给我起了这个名 朱开印 这印度人才明白 是这么回事 那你来吧 那你来 所以你这五官叫这么个名字 都给他吓成这样 所以咱提出来 放心 咱们和平共处 是吧 这个 互相尊重领土主权 互不侵犯 互不干涉内政 平等互惠 和平共处 是吧 我互相尊重领土主权 是吧 互不干涉内政 我不干涉你的内政 平等互惠 和平共处 是吧 互不侵略 是吧 你别害怕 我虽然大 你虽然小 我虽然强 你虽然弱 我不侵略你 我不干涉你的内政 但实际上 咱们是这么说的 在毛泽东时代的中国 咱们可不是这么做的 是吧 世界就是说 周边国家所有的 共产党 都是咱们支持的 是吧 你甭管是这个 这个越共 那就甭提了 抗美援越嘛 是吧 抗美援越共 完全是中国扶植了 是吧 越共 简共 是吧 二十世纪 三大种族灭绝的屠杀 就是土耳其人在亚美尼亚 一一战的时候 然后就希特勒二战 然后就是波尔布特 简共 柬埔寨共产党 在波尔 在柬埔寨 全国的人杀了一半 是吧 就简共 波尔布特 简共 那就是红色高棉 那是中国支持 是吧 然后老共 就老国共产党 那会叫辽国 辽共 是吧 太共 是吧 免共 免共都是红卫兵 都是中国红卫兵过去的 这帮人都免共军区司令 今天这帮人还都是缅甸 什么特别军区 都是司令 那帮人 是吧 你到缅甸的特别区 你一看 就是中国的殖民地 是吧 就是玩 大街上全是汉字 看不到缅甸文 是吧 那当兵的 穿的衣服都跟解放军一样 是吧 全都跟解放军 训练方法全一样 一开会搬个小马达 坐着 是吧 然后那大街上 大街上 我们到过那个哪 那个南侃 缅甸的南侃 叫他那特别军区 是吧 特别区 他那大街上那个电话 国内长途 是吧 那个区号跟昆明都一样 他那国内长途 是指往中国打 不是指往缅甸打 是吧 国内长途 都是往中国打 那整个就是 一块一块的 中国的这个 跟殖民地差不多 是吧 中国的非地 那全是掌权的 都是中国人 都是中国人 是吧 当年那些个 红卫兵什么过去的 是吧 马来西亚 马共 菲律宾 非共 全是中国之士 马来西亚共产党总书叫陈平 陈平 是吧 马共武装 85年覆没之后 陈平定居广州 你现在都全都是 全都是中国人支持 所以为什么那些国家 很敌视中国 就是你干涉人家内政了 是吧 你支持这些国家 共产党搞革命 后来是这个 李光耀劝邓小平 别支持这些玩意儿 是吧 毛泽东时代是一直支持的 邓小平回来 才切断对这些东西的支持 中国对他的支持一切断 这些国家的共产党武装 就全都怎么样 很快就全都 都失败了 是吧 因为中国给他提供教官啊 武器啊 什么那个 这个训练啊 背服啊 全都咱们给提供了 是吧 所以中国一切断支持 就全完了 是吧 这样中国跟东南亚国家 才怎么样 好起来 是吧 才好起来 是吧 所以咱们提出这个 和平共产党武装原则 我不亲对你 你别害怕我 哎 影响深远 是吧 甭管毛泽东时代 是不是这么做的 那最起码 现在咱们肯定是 这么做 你看那尼泊尔 什么共产党 毛派掌权 咱就怎么样 没支持他 是吧 没支持 所以现在很多毛泽东 原教职主义者 很怀念毛泽东时代 我建议他们可以去尼泊尔 是吧 那不是现在尼泊尔共产党 毛派掌权了 农村包围城市 武装作为政权 是吧 你可以去那儿 是吧 你可以去那儿 去享受一番 是吧 你可以把天安门的毛泽东带走 是吧 如果那要的话 是吧 那要 你给背走 是吧 你给背走 是吧 反正跟那搁的 也不挣钱 也不卖票 是吧 所以这个 这是我们讲的 这个第二个 是吧 就是和平共处 五向原则 就是和平共处 五向原则 第三个呢 就是这个 润尼玛辉 时间是在1954年 1954年 这个是 新中国 也就是这个 中华人民共和国 第一次以五大国身份 登上世界舞台 第一次 以五大国身份 因为这个日内瓦会议 是要讨论在朝鲜 越南 停战的问题 这两地儿 没中国打得起来吗 是吧 所以要停战 没有中国行吗 是吧 这个1949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一建国 就在南县 北县 同时进行的两场 对外战争 就是抗美援朝 抗法援越 同时在进行 只不过因为抗美援朝 咱是直接出兵 抗法援越是出钱 出枪 出顾问 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事顾问 在越南人民军一直配到营一级 他营一级就有解放军的顾问 越南人民军所有的作战行动 如果没有解放军顾问批准 是不能执行的 最后必须要报到警方军顾问 我们一看 能这么干 还行 因为你不会打弹 我教你 我教你 所以54年 电边府战役 亲越法军主力 被消灭 法国人打不下去了 打不下去了 所以这个就准备在越南停火 停火之后的越南 以北纬十七度线为界 就形成了北约和南约两个国家 朝鲜也是北韩南韩两个国家 都是北边的是共产党的 南边的是美国的 所以你要讨论在这个地方停战 没有中国的参与是不可能的 美国虽然百般阻挠 中国还是出席了这个会议 当时代表团团长就是周恩来 因为周恩来在中华人民国国成立之后 是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 所以基本上这事都是他出席 那么当时美国很恼火 他也没有办法 他很恼火 所以美国的团长 就是国务卿杜勒斯 就是说 谁也不许跟中共代表团的成员握手 这个握手是一个国际礼仪 两国交兵不展来史 见面握握手很正常 他说不许握 结果当时美国的副国务卿史密斯 这个人也是副团长 他对华比较友好 所以他每次见到周恩来都主动点头 微笑 所以在一次冷餐会上 周恩来就想跟他握手 但是史密斯他不敢违抗杜勒斯的命令 所以他就 当时他一只手夹了一根烟 另一只手赶紧捞起一杯酒 就两手都站上了 然后冲周恩来微笑 但是摇头 不能握 杜勒斯不让 周恩来很生气 但是他不是生史密斯的气 就把手收回来 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 你看电视的演的 跟周恩来的手攥在一块 哆嗦起来 没了没了 要搭上一只 一块哆嗦 好几分钟 好几分钟 就弥补当年杜勒斯不握手 造成了伤害 一边握一边说 当年杜勒斯不跟你握 你别跟他搬起脚 他没文化 咱俩来 所以日内瓦会议等于是中国打破了美国的外交封锁 所以你刚才才说 这个数是大国外交 这个是什么外交 周边 这个呢 还是大国 中国第一次与世界五大国身份出席 还是大国 然后就是第四点 1955年的万龙会议 1955年的万龙会议 这个1955年的万龙会议 这个其实是属于发展中国家外交 就属于第三个环节 发展中国家外交 这个是万龙会议 大家学过吧 学过这个指点 实际上是亚非新独立的国家 在印尼的万龙召开了这么一个会议 一共二十九个国家 这实际上很难得 因为这是等于是这个世界近代历史上 第一次没有西方国家参加的国际会议 或者说没有由西方主导的国际会议 所以本来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这个会议上亮相 咱们是很想宣传宣传我们自己 结果没想到这个会议一开 就开成了对中国的批判会 因为就我们的意识形态跟这些国家不一样 对吧 你比如当时这个骂中国骂的最厉害的就是 沙特阿拉伯 泰罗和菲律宾 这三国家骂中国骂的最厉害 因为这个 他说骂咱中国就是没有人权了 没有宗教信仰自由了 等等等等 所以当时中国代表团 成员 摩拳擦掌 上去跟人理论一番 周恩来就给摁住了 周恩来就说下午四点才轮到中国代表发言 他就现构思的发言稿 然后上去之后 几句话就把大家给说老实了 因为他提出了一个著名的什么原则呢 求同存异的原则 中国代表团到这里来 是来求团结的 不是来吵架的 我们是来求同的 不是来利益的 这翻译一说完 爹就不说话了 因为我告诉你 我不是来干嘛的 不是来打架的 你还跟爹 嘚嘚嘚嘚嘚嘚嘚 那你跟农村泼妇有什么区别 有什么区别 所以就这么个道理 就是大家你要做人 你有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这一点 让人非我弱 你遇到特别没素质的人 一张嘴 他就是要把你们家女性成员 怎么着怎么着那种人 怎么着怎么着那种人 你遇到这种人 最好的办法就是沉默 体现你的高贵 他不配跟你说话 真的他不配跟你说话 体现你的高贵 你如果 首先说你是骂不过他的 其次你要能骂过他 你还是人吗 你还是人吗 他来世就是什么 地狱畜生恶鬼道 他都是干热热的 他就下地狱了 或者他就变蜥蜴了 你说你跟他一般较量 那你不就跟他一个水平了吗 所以这种人 你不要理他 没必要理他 没必要理他 我刚参加工作 那年 那时候坐公共汽车 我在后门 中门不是我们班的孩子 是别的班的一个女孩 但是我教他 全年级历史都是我教 我教他 那个孩子就一不留神踩了一个破坟 那破坟就骂 乌烟会议就骂 后来我一看那孩子 我认识他骂我的学生 我就过去 多难听了 别说了 他就转个头来骂我 然后我就拉着那孩子 我们家就躲 往后躲 那小女孩气哭了 老师他骂你 你为什么不能这么着 我说我是老师 是吧 我是老师 我说你要说我是开车的 我就骂他 是吧 我骂他 是吧 那你躲开 你先下去 你下来你听我怎么骂 你不能听见我怎么骂他 否则第二天我还怎么上课 否则 是吧 我说你骂我抽的都没问题 是吧 但是那不成 是吧 我什么身份 我好歹大学本科毕业 对吧 他初二都没念完 你说我能跟他一水平吗 我能跟他一水平吗 让人非我弱 就是这道理 是吧 你们没有必要这个 就跟这种下三途的人一般见识 是吧 没有必要是吧 这种人他对社会满腔不满 他下岗了没工作 他哥们你踩他一脚 你就是党和政府了 这冲你来了 你这事 是吧 你这事不能干 是吧 你这事不能干 你何必替党和政府挡这雷去呢 是吧 那没必要 没必要 你有本人你上新疆啊 对不对 对不对 你上新疆啊 对不对 咱们别跟他一般见识 是吧 所以这个 五十年代中国外交啊 主要是这么几件大事 是吧 主要这么几件大事